哇,天气好好 四代五月份是特拉维夫一年中比较舒爽的月份 其实我觉得五月份都差一点了 会开始比较热了 四月份应该就是最好的 艳阳高照,气温不高 海风袭袭,胜过夏威夷 我像说的,然后我没有去过夏威夷 应该不会胜过夏威夷 Anyway,我们今天准备一路向北 去海法 不,等等,这里还是特拉维夫 海法 其实海法的旅行攻略 基本在网上都可以轻松找到了 巴哈一的公众公园 还有各种博物馆啊什么的 今天我们打算另辟蹊径 抛开那些景点 去海法的大街小巷转一转 切实体验一下当地彪悍的民风 没有了,当地的民风并不彪悍 其实海法是一个特别追求自由平等的城市 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因素 使得生活在这个城市的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数量上呈现一种比较平均的状态 另外因为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宗教 巴哈一教的圣地 海法每年还要接待上百万来自全球的游客 这就形成了海法有别于以色列其他城市的范围 再就是海法作为港口和工业城市 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工人 所以过去海法也是以色列工党的重要阵地 是以色列最具有社会主义镜像的城市 正是这些诸多的因素 海法不像以色列其他的城市那样 守安息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周五的日落后到周六的日落前 即便在特拉维夫这种大城市 也是没有公共交通的 而海法是唯一一个在安息日 公共交通不会停止的以色列大城市 对了 在这里呢 要给后面计划来以色列玩的小伙伴一个提醒 就是当你在安排行程的时候 无论是入境还是离境 或者在以色列的城市之间辗转的时候 行程尽量避免安排在安息日 就是周五或者是周六 以免因为交通停摆 大家不必要的麻烦 我前面呢就是把汉伊空中花园了 把汉伊教原来中文叫大同教 因为他们的理念就是主张世界大同 就是香港还是台湾有一个歌手叫方大同 他的 他就是把汉伊信徒 然后他的名字两大同两个字 就是来自于他信仰的这个宗教 把汉伊花园的对面就是海法港 那好啦都拍完照了吧 我们可以走了 大家可能会问既然来了 为什么还要走呢 不带我们上去看看吗 啊真的很抱歉 因为啊 corona的原因 啊他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对游客开放 所以我们今天就上不去 等于说我们今天铺了一个空 啊其实我来海法也好多次了 然后我也经过这里好多次 但是每一次我都没有觉得想要上去看看的欲望 但是今天我想要带大家上去看一下的时候 他就不开门 啊搞什么嘛 从巴哈伊花园一直下去到海法港 这中间这一片区域叫German Colony 德国殖民区 是由两位德国共济会成员在1860年代主导修建的 虽然年代久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建筑风貌基本上都被保留了下来 如今呢 啊这里餐馆伶俐 位置也是得天独厚 抬头就可以仰望巴哈伊花园 低头呢就可以俯视海法港 虽然餐厅咖啡馆众多 但是其中的质量就良由不齐了 所以来这里基本上不会是为了食物来的 为的就是体验一下这里的范围 而真正的美食都是藏在街头巷尾的 被巴哈伊拒之门外之后 我决定化悲愤为食量 如果说来海法有什么必吃的话 我首推的是在一个很老的阿拉伯社区 里边有一家九副盛名的法拉斐老店 我们每次来海法都必须来这家吃 这家老店从1950年就已经在这里了 历经了祖孙三代 70年屹立不倒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从建国以来 大大小小的战争和这个地区冲突 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而这次疫情对很多店铺的冲击都是致命的 但是这家连做的地方都没有的小店 依然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那以色列人的吃法是这样的 把法拉菲尔塞进披塔饼里 加上酱料和腌的圆白菜吧 每次看到他们吃这个饼 我都想起天津人说的 大饼卷万物 多多多小店 大饼卷万物 大饼卷万物 除了大饼卷万物 大饼卷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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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来到海法 有什么我必须要推荐的 就是他们家的弗洛莱菲尔 它有三个酱 这个是Tina 这个就是他们的芝麻酱 这个之前我有提到过 这个是那种酸中带辣的辣椒酱 是比较新鲜的那种口感 然后配上炸的食物和烤肉的话 是绝配 然后这个呢就是辣椒油 这个就等于说 是他们这边最辣的辣酱了 因为中东地区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以色列人就比较 口味比较清淡 他们不太能吃辣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就是最辣的了 如果你问我 我推荐这三个酱 哪一个酱的话 我的回答是 我都要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Tada Bon Appetit 超级好吃 虽然Falafel它是油炸的 但是它完全不油腻 它这个酥脆的外壳里边呢 是特别嫩的鹰嘴豆腻 我感觉鹰嘴豆 对中东地区的人来说 就有一点像豆腐 对亚洲人民的地位 是差不多的 是大家完全不可缺少的食物 并且 真的是超级好吃 海法是建在山上的城市 这点去过和生活在重庆的小伙伴应该都不陌生 这里也经常会出现那种 你按电梯到了一层 结果出来之后是人家三层屋顶的情况 并且在这种老城区 房子之间的小路都是蜿蜒曲折 错综复杂的 我觉得相比那些中规争取的城市吧 这种氛围反而显得更有趣 我们现在到达嘉明山的山顶 就往一路爬升上来 然后来这边的一个特别好的冰淇淋店 吃吃冰淇淋 可以看到这边就完全是新建的城市了 就是建在卡梅尔山的山顶 然后这边可能就都是那些高科技企业啊 还有以色列理工学院 然后还有海法大学 在这里工作的人就都住在这个山顶 那海法的房价就基本上也是从山顶到山顶的价格是一次地涨的 所以可以想象这里的房价到底会有多高 这一天下来我们只逛了海法的一小部分 希望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还能带大家去别的地方逛一逛 海法可以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然后今天还是有一点遗憾 因为巴哈尔花园没有开 那就等下一次再带大家一起去看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给我留言 告诉我关于以色列你还想知道什么 那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这就是刚才朝我叫的那只乌鸦 好像我妨碍它欣赏风景了